60. 文匯報 長三角城市環境積效指數出爐 2015年7月8日中國新聞A21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胡偉撐上海報導 日前,上海社科院聯合新華網、新華社上海分社等 發布了長三角城市環境積效指數報告 報告對納入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的15加1城市 以一為台州的59行海量化環境積效指標進行了排名 結果顯示,城市的環境積效包括生態系統健康、 綠色發展進步和環境治理能力三個方面 上海、南京、杭州、蘇州、舟山、毛石等 城市的環境積效在長三角居於較高水平 上海社會科學院生態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 常務副所長周馮奇表示,環境壓力是長三角城市 群面臨的共同問題,但基於和希望也在湧現 當前,15加1城市已出現經濟增長和污染排放脫 的態勢,城市經濟總量和人均 持續增長,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逐年下降 2010年以來,15加1城市的資源環境效率不斷提升 指數報告認為,長三角各城市雖然分屬不同的行政區 但生態環境具有整體性 周馮奇介紹,因爲15加1城市是俗稱的 長三角經濟聯合會首批的15個城市 這些城市在長三角地區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不僅經濟總量比較大,且城市之間的發展水平比較相近 同時又面臨相似的生態環境問題 指數報告也指出,當前長三角區域的環境要素 市場、魚碳交易、排污權交易等 處於相互分割狀態、未來在生態補償 區域合作和部門聯動等方面 長三角區域還須要進一步加強探索